12月13日,电视剧《请你原谅我》在京召开了卫视开播新闻发布会 该剧是著名导演刘慧宁与实力编剧徐冰的强强联手之作 讲述了三女追艺男的情感故事 以上世纪70年代末,回复高考为故事背景 展现了一群年轻人在时代浪潮中为梦想奋斗的故事 当日,该剧主演海青、吴岳、董洁、吴秀波等悉数道场为该剧宣传造势 据悉,该剧将于12月21日在天津、安徽、陕西、河北四大卫视隆重开播 气质美女董洁一直以田径清纯的形象示人 然而此次在该剧中却颠覆以往形象 誓言有着极度偏执性格的仙女梅果 在剧中大打出手的气氛也是颇多 而当董洁被问及排戏过程中能否下狠手时 他直言 但是他穿着军大衣也把我手都打肿了,真不夸张,把手打肿了 但是我打他脸那个我还真是没忍心 其实 两三次 两三次,两三遍 总之那个八正一到他脸的地方我就自然而然的简历了 就是潜意识就简历了 他打军大衣的时候确实特别实际 然后他特明显的到脸那他手让了一下 然后当时拍的时候我心头一暖 曾有过多次的合作 海青与吴秀波在配合上早已是默契十足 此次二人在该剧中上演了一出另类的女追男戏 而在这场三女追逸男的情感故事中 海青却是其中最大的赢家 当日海青与吴秀波二人就连头发造型都十分的搭调 真是羡傻旁人 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造型师的问题 我们一个公司的是一个造型师的 造型师请上来跟你讲一下设计特点 感谢观看